美國總統拜登到加州聖地牙戈和英國首相蘇納克 澳洲總理艾班尼斯共同宣布AUKUS澳英美安全協議的最新進展 18個月前澳洲、英國、美國達成為澳洲建造核動力潛艦的計劃 以對抗中國在印太的挑戰 我們看到美國關切中國在印太地區的作為 從南海、東海到台海 但中國正擴大國際影響力 非洲、南美甚至中東 華爾街日報報導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下星期和俄羅斯總統普京會談之後 將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通話 如果確定的話 這將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年多以來 習近平和澤倫斯基的首次直接對話 從中國間諜氣球入侵美國之後 這一個月來 美中關係不但沒有什麼正面消息 甚至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還罕見的 直接批評美國企圖遏制中國 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表示 拜登有意願和習近平通話 至於中方是否同意通話 蘇利文說目前為止不會這麼描述北京的態度 據蔡總統利用過境美國時和眾院議長麥卡錫會面 是不是可以避免去年前眾院議長裴洛西訪問台灣時 北京的反應呢 蘇利文說這還是要等台灣當局宣布蔡總統行程之後 他才會做評論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